好继续啊 数据模型加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建页面和模板了 以及这个把路由于给注册上 然后过程和之前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之前那个模板的一个技术方案 就之前的原型图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模板再把它看一下 好这个图大家应该有印象 对吧 这个图呢 是我们原型图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图 但是我们这一张关注的就是这个 大部一波的输入框 就这一块 所以说虽然很复杂 但是我们一点一点做 就能把它慢慢做起来 我们一点一点做 每一部分都不是很麻烦 然后我们需要关注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呢 就是路由 这个是个根目录首页对吧 创建微博可以在首页 所以说我们路由是根目录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首页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首页给改一下 然后第二个信息就是这个 发布微博的输入框 这个地方呢 首先这个大家看那个颜色 当时讲到这个颜色就需要 它是一个组件对吧 所以说我们发布微博的输入框 就是单独的一个EGS组件 然后这里面呢 就需要两个API 第一个呢 是创建微博的API 这个是我们本章要做的 第二个呢 是图片上传的API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做过 所以说我们直接去用就行了 好 这就是我们当前需要关注的一些信息 其他一些信息 比如说什么微博列表 加带更多啊 什么个人信息啊 粉丝关注人啊 这些我们后面再说啊 预则的时候我们再解释 微博到我们就先不管它 OK 我们就看一下模板单吧 创建模板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Vios里面 我们得找到这个index的EGS 对吧 index的EGS现在是这样的 这样肯定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随便做演示的一个文件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个都删掉 还有它里面连同的这个Vios里面 有UterInfo和这个BlogList 这两个组件我们也要删掉 所以说这个内容清空 然后呢 这个Vios里面的这两个文件 我们把它删掉 OK 那这Vios里面就空了 对吧 空了没关系 我们会再加上 index的EGS呢 我们把我们希望的这个模板内容考过来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首页 首页 首先这个header 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header title传过去 然后导航是true list等于true is import blog等于true 这三个吧 都是我们这个header里面需要的一个参数 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参数 控制一些哪些GIS需要加载 哪些CSS需要显示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解释过了 没什么那个header的技术难度 最后面这个footer也是跟别的是一样的 中间有一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 它非左侧右侧 左侧和右侧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虽然说我们右侧 根据我们的设计图 它有个人性性和粉丝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写了两个字 这个没关系 这个什么时候去做 我们什么时候再加 左侧呢 我们只进行了一个输入框的一个组件 左侧这个微波列表下来更多 这个我们也都没有做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缺一个 webis里面input的组件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在webis里面 建一个叫做input.egs input组件 这个我们就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组件的代码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这直接考过来 好考过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保存一下 这个input组件呢 就是一个 你看上面有一个 taxl输入框 对吧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容器 然后下面有一个div是发表 比如说我们发表微博的 是点了个按钮 然后下面有一个 插入一张图片 下面这一块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修改个人信息的 那个插入文件 是完全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GS的文件 也是 这是插入文件 上传文件 对吧 上传图片 上传图片 它会有一张URL 把它放在这儿来 然后发布微博的时候呢 我们点击这个发表微博 就是这个按钮啊 发表微博的时候 然后它去获取这个content 就会获取内容 然后获取这个图片地址 然后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内容是空的 然后就执行发布了 就这个API Blog Create 就执行发布了 就这个地方 其实用的就是这两个API 对吧 OK 发布成功之后呢 把该清空一下 然后就把页面刷新一下 因为发布成功之后 我们页面要刷新一下 最后呢 是一个add功能 add功能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讲 所以说我们这个代码 就先注视 什么时候用呢 我们说说再解开 再讲 add功能 我们将放到最后来讲 这部分功能比较复杂 我们先把基本的简单的做出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组件关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算是把这个模板 给加进来了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模板 再重新在路由中写一下 对吧 就是把这个路由定义一下 然后之前的这个 index.gs 路由定义呢 我们是在这个 root子里面有个index.gs 对吧 这里面放的 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 测试用的文件 所以说这个也没有用了 我们就把它删掉 root子里面 index.gs删掉 好 删掉之后呢 相应的这个app.gs里面的 这个index.gs 这个引用 肯定也要删掉 对吧 这个要删掉 就这个路由注册要删掉 然后下面这个也要删掉 这都是相关联的 删一个肯定不行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新建一个路由 新建一个路由 去把这个index.gs 就把这个手线给渲染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新建路由 是在什么地方新建呢 是在这个root子下面 view 我们新建一个叫blog.js blog.js 全是微博的相关的一些路由 微博 view 路由 这么写 应该这么明白 好 那我们 这样开始写 跟之前的路由是一样的 router复制成这个 我们把这个 quartrouter引进来 然后去执行 对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了 router.get 因为页面的肯定是gas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什么 登录验证 就叫login router.get 这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写过好多好多件了 好 需要一个登录验证的一个中间件 然后下面呢 就是写我们自己的逻辑 其实我们自己的逻辑 就是写了一个页面而已 好 渲染页面就是 wait.ctx.runder 好 index 就是这个egs的这个文件名 egs的文件名叫index 这里面呢 我们渲染的数据是空的 就是我们这里面 其实暂时来说 用不到的 后端需要什么数据去渲染出来 就需要什么变量输出出来 我们暂时用不到 就是后面会用到的 比如说这个输入框下面 有一个微博的一个列表 对吧 首页的微博列表 那肯定是需要 从这个地方渲染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用不到 所以说我们就输出一个空就可以了 好 加个注释 首页 然后别忘了把这个modeler xboss 直接把这个路由给它输入出来 OK 这样的话路由降完之后 我们肯定还得先 要注册一下 对吧 注册的先引用 blog will router roots will 然后blog 好 然后把这个注册一下 OK 保存一下之后呢 按理说这个地方 这个路由就已经生效了 并且可以删除这个音队来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npm run 第一位我们看一下 首先没有报错对吧 让我们刷新这个首页 没出来 我们看一下后的 也没有报错 看一下别的页面 login 猜测是跟我这个网络有关系 我这个网络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npm也连不上 然后有时候会 莫名其妙的 看着是连上的 但是莫名其妙的会断掉 这个问题在你这儿 不一定会发生 就在我这儿 我之前发生过 所以我就猜测这个问题 等我们连上网之后 我们再去重新刷新一点 好 连上网之后 我们重新再去刷新一点 这样就出来了 对吧 大家看 有个输入框 有一个发布按钮 有个插入图片 然后还有个右侧 就是那个右侧 我们现在空白着 我们只是两个字 比单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为止 输入 其实没有问题 原生都带对吧 然后我们点上 那个发表的时候 肯定是不行的 还没开始做 但是我们可以点什么 点插入一张图片 图片 这个上传的这个 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试一下 插入一张图片 看一下 插入这个 OK 大家看 上传已经成功了 URR也返回了 这个URR返回了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2点PNG 就是我们把这个 图片的名字给它 弄进来了 我们可以再换一张图片 试一下 3点PNG 对吧 这样也就做完了 好像发生了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我们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Rules API Utl.js16 这是我们 看似之前的一个问题 Rules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问题 对吧 大家看这个错误信息 顺便给大家讲一讲 有很多同学 看不懂这个错误信息 它的意思是 解构不了这个size 为什么解构不了呢 是因为它知道 这个解构的信息 是undefined 或者是nine 也就是说 它判断这个file 是个nine 或者undefined 所以说它解构不了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 或许file.size 或者file.path 是不行的 它是报道这么一个错误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 跟您这个错误 去排查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对吧 好 本节呢 又先到这 然后呢 我顺便也去排查一下 这个问题 排查完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 去重复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本节 首先是把这个 模板给渲染出来了 对吧